大家好,我是赵老师,欢迎来到赵老师书法课堂 我今天呢,做了一个合集 就是说把这个我们常遇到的容易写错笔顺的字呢 放到归类整合,放到一个合集里面 这样呢,以后方便大家观看 而今天呢,我们讲的这个车字旁和车 也是很多人在笔顺上容易出错的 为什么呢? 这个车字旁和车,很多人他都以为啊 他们两个的笔顺是一样的 其实不一样,不要混为一谈 这个车字旁和车的笔顺是不一样的 那我们先来看这个车字旁的笔顺 作为偏旁不守的时候 你看这个车字旁笔顺是怎么样的 大家看一下啊,你看横 第二笔是什么?写着 你看,到这还基本上没什么问题 问题出现在第三笔上 下面,很多人在这里就容易出错了啊 这一笔是数啊 有多少人先写题了,是数 然后我们再来看下一笔啊 写完数,最后一笔是啊,提 哎,车子旁的笔顺是这样的 然后车,这个车子的笔顺是怎么样的 大家来看一下 看一看,没有人写错的啊 第一笔横 第二笔写折 也没问题 然后你看看 第三笔 长横 再来 第四笔 才是数 可以没有 哎,有人这么一看 是不是感觉,哎,有点懵啊 他俩 哎,明明是一样的,对不对 只是把车变成偏旁不守了 怎么这个笔顺都变了呢 哎,大家一定要注意 这两个笔顺是不一样的啊 从车变成车子旁 他们这个笔顺是不一样的 车子旁是先写数 再写题 而车呢,里面是先写横 再写选真数 希望大家以后 再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 不要再写错了啊 那我们现在来具体的看一下 车子旁和车子的写法吧 好,我们现在一起来看一下 这个车子旁的书写啊 首先你看第一笔横 扛肩 看见没有 然后撇 折 注意 这两横方向平行 看见没有 第一横和撇折的这个横方向要平行 再一个 这边要基本上对齐 然后第三笔是垂路数 要注意笔顺 不是先写题 而是先写数 再一个 这个是数是垂路数 不要写成旋针了啊 然后最后一笔是题 你看 哎,往上题 还有这个题可以往左延伸 但右边一定不要往右延伸 这边尽量对齐的 看见没有 因为这个车子旁呢 它一般写在一个字的 左半边 它右半边呢 还有东西要写 所以呢 我们这要避让一下 一定不能往右延伸啊 这是车子旁的写法啊 好,现在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车子 好,车 第一笔横 看 横 然后第二笔撇折 哎,和车子旁一样 你看 它两横都是要平行的 对不对 这个不变 然后第三笔可不是竖啊 是长横 顿一下 拉平 走 到头 再顿一下 你看没有 哎,收笔 然后呢 中间一笔是旋针术 可不是垂路术啊 这是它们的区别 对不对 哎,写车的时候 这中间是旋针术 坐片旁的时候 是垂路术 大家一定要搞清楚啊 好,这期视频 我们就讲到这里了 好,这期视频